大選將近 除了會選狀況頻傳之外 就連非法賭盤也開始猖獗 警方在新北市的永和區 查獲了地下簽賭站 嫌犯利用了選舉期間 開設了選舉賭盤 利用手機的聊天軟體 接受下注 每注金額是新臺幣一萬塊錢 而賭客由於反應熱烈 所以初步估計下注的總金額 已經超過了上千萬 警方深夜突襲 衝進地下簽賭站 發現到滿桌的帳策 以及下注簽單 台北市行達二十六號 在新北市永和區 查獲到從事網路簽賭的愚姓嫌犯 他利用選舉期間來開設賭盤 大膽接受賭客下注 警方查扣到電腦和手機 更進一步發現 嫌犯不只一次提供網路下注 也透過手機的通訊軟體 來吸引賭客加入 而戰況激烈的台北市長選舉 也成為熱門的下注標的 現在還轉變成不讓票的PK站 有經營這個市長選舉賭盤 這是透過手機 微信 LINE等軟體來下注 以每注新臺幣一萬元 為下注 下注單位 非法經營地下簽賭多年的愚姓嫌犯 都居住在豪宅 還都以名車逮捕 警方更查出 他以簽賭拉攏的賭客 已經有將近百人 從今年到現在 初公下注簽賭的金額 就超過千萬 警方則以涉犯賭博 核選罷法 將他移送法辦 就參與一壘旗 看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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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